R8 新車 今年歐洲第一個大型車展 剛剛在瑞士日內亞揭幕 好似成為跑車的戰場 多部迷人的跑車同場現身 難免成為場內的焦點 首先,今年大家最期待的 Audi 新車 絕對是第二代 R8 廠方今次一次過展出多款新 R8 包括 R8 V10 Plus R8 E-Tron 及落場版的 R8 LMS 在 R8 V10 Plus 旁邊的就是全電驅動的 R8 E-Tron 擁有 462 匹馬力及 920 Nm 扭力 利害之處有 450 公里的續航力 據說這輛車已經進入最後的開發階段 有望今年年底公開發售 另一邊廂的平置亦是火氣十足 一部由 AMG GT 改裝而成的 AMG GT 3 單單一身瓦克式造型 配上大量探纖及巨型 GT 尾翼 賣相已充滿殺氣 低重心,闊輪距就是 AMG GT 3 的特色 瑞士超跑 Kona 石 踩過界玩雲能 解決了 Hybrid 車 事必要向車重妥協的問題 Nano Fossilk AG 在今屆的日亮瓦車展 再次展示以電解水發電的汽車 全新型號 Quant F 注滿了正負極的電解水後 能夠跑到驚人的 800 公里續航力 並且全程零排放 這輪各自擁有一部馬達 一共擁有 1090 匹馬力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